你正在收听的是 极限白日梦 极限白日梦 是一个透过户外运动 到世界去探索的旅游节目 今天这一集呢 Irene要带着大家 一起到新竹的一个秘密基地 藏着全台最大的户外干事汗血跳台 大家对于自己热爱的那些运动 会到什么样子的狂热程度呢 我在采访了22集 世民歌《滑雪兄妹》的那一集之后 他们也同时跟我推荐的 就是今天这一集的来宾 亚帕克 亚帕克他们是一群 非常热爱单板滑雪的狂热分子 那他们呢 不仅仅只是热爱单板滑雪 他们也很喜欢一个东西 叫做Park 那Park呢 就是通常在学舱里面 会有一些非常大型或小型的跳台 或者是一些 你可以在上面特技旋转啊 翻滚的一些道具 那就有这样子的一群人 他们就在台湾 去建造了一个 你在夏天也可以玩的干事汗血跳台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来听听 这一个超级巨大的干事汗血跳台 它是怎么样从零到有 然后怎么样 新建的过程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我们里面也会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干事汗血跳台 那我们就马上来听听这一集热血的采访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Irene 今天呢 我们非常开心 可以来到新竹 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对 那我们今天呢 在一样是车上的行动录音室 我们邀请到了 表哥 虎巴 还有鲁斯 他们是 Yapak Yapak听起来很像一个 男子乐团之类的 对不对 Linking Park 之类的 那个发音换成Yapak 可能会好听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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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从录拜说 这太糗了 不行 这太真实 一定要加进去 不是说放真实的 我跟谁说 我跟每个人都说Yapak Yapak OK 好 那我们先欢迎三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哇 这个应该是在世民歌之后 又再一次 就是有最多人一起录音 那我们先请就是三位 分别来稍稍的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博弈 诶等一下 我讲博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表哥 博弈是谁 表哥好 嗨你好 表哥的名字的由来是因为 堂弟都叫表哥表哥 对不对 呃其实应该是说 最早是我会带我表弟 就是一起去玩一些有的没的 嗯 然后因为不管是滑雪 然后玩板啊 或冲浪 那大家可能就是 就是会 他就他其实他底部叫我表哥 他都叫我的名字 可是因为他们在自我 他在介绍的时候就是 诶这是我表哥 然后大家就 直接就叫我表哥 然后叫着叫着 我自己的习惯 哦真的 对对对 信仰他不是叫你爸爸之类的 但大家都叫你爸 不会不会 就是 爸 表哥 诶喂 哈哈哈 表哥今天是不是 就是才刚冲浪完回来 哦 对啊 好猛哦 现在就是 对啊 因为脚受伤啦 所以就利用冲浪复健 这样讲话不能怪 会 超奇怪 真的吗 因为摔在海上比较不会痛 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 哈哈哈 不怕那个 那个谁不是也去 因为脚受伤 跑去冲浪 我说BB吗 对啊 逼哥 对啊 就是 应该是说大家就是 没有办法 就是玩跳台的时候 就是 还是闲不下来嘛 所以就是会再找一些 其他运动 不管是玩滑板啦 或者是冲浪 可是那都需要脚耶 这样有点不合理 没有啊 追不到让就是不用站起来 哈哈哈 就一直趴着就好 突破盲强 哈哈哈 倒是有道理 所以今天趴在海上 趴很久 对趴很久 然后什么都没弄到这样 哦 好 谢谢表哥 那我们接下来欢迎鲁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鲁斯 因为我 因为名字是Bruce 那有些人会叫我 布鲁斯或鲁斯 对 大家好 诶 鲁斯玩什么 呃 主要是滑雪 snowball 对 你是不是还玩长板 对 就是因为 一开始是因为滑雪的关系 所以后来接触了 滑板跟长板 那长板就是 呃 long ball的 downhill 跟freeride这样子 就是呃 中文叫 长板下坡 对 那后来也有玩 skateball 都是一点点一点点这样 哦 居然有分这么细 对 就是呃 skateball就是 比较像是 我们会在电视上比赛看到的那种 滑公园啊 或是道具 但是 卫有滑的那一种 对 没错 那long ball downhill 就是你会在山路 然后主要是分 你是玩速度型的 或是你是玩过弯的招式 这样 哦 诶 表哥有玩这个吗 因为我 我去读你的资料的时候 没有看到 没有 我没有玩下坡 那太危险了 是不是 我对他们只有尊敬 因为我记得 之前我们是在玩 一阵子啦 玩飞宝 feeball 哦 feeball 对 你现在后面做的那一个是 那个 feeball 仅存的三位高手 真假的 那虎巴可能要趁你的节目 推广一下飞宝 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没有在玩 怎么办 其实我们那时候 因为你都在推广 对 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 就是 会看到就是 他们玩长板下坡 就会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那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他们厉害 哦 对对对 就是会慢慢累积速度啦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可能玩很快 可是其实 到国外的那种比赛 会到时速可能八九十公里以上 都有可能 Oh my god 等一下 那所以你说的这个是那个 极限白日梦 哎不是极限白日梦是我的 白日梦冒险王 哦对对对 白日梦冒险王 对对对 你是谁 你刚刚月配了 对 哎刚刚这个太自然了 没有没有 对 没错就是那个东西 哦 哇太帅了太帅了 哦 所以你是那个有去冰岛的吗 哦 没有我没有去 是不是 哦 我是连到某一个女生的 对那个又是BB 哦就是BB 他去冰岛滑长板下 就是刚刚说脚受伤跑 就有冲浪那一个 哦 哇 好好好 真的是太多了 那接下来刚刚一直有听到 一个声音的是 虎巴 大家好 我是虎巴 虎巴好 对你好 那 我之前 是玩free boat 那就是有点 它是反滑雪的一个雪板 它有六颗轮子 那比较容易做 刹车的动作 那它基本上也是拿来做 下坡的一个运动 那只是它的上手会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比较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一个滑行的转弯 把它练得比较顺 那所以 那个 台湾就比较 大家看到都会蛮 觉得这个动 这一个运动应该蛮好玩的 但是 因为很难练习 所以 那个新人都没办法留得住了 那所以玩久了也就剩下两三个只小猫在玩 诶 free boat是比较像滑板 还是比较像雪板 它滑行的 它滑行的动作会比较像雪板 诶 对 滑起来会比较像 看起来很像滑雪 对不对 对 看起来会比较像滑雪 哦 对 但是你可以滑得很不像滑雪 就看大家怎么玩 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运动会比较好 哦 就是没有雪的时候其实可以玩free boat 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哦 真的哦 在台湾真的没什么能在玩 两三年前比较多了 那现在也渐渐的少了 因为我们后来盖了亚帕克这个跳台之后 我也比较常来这边玩 既然说到亚帕克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在那个亚帕克的旁边的车上 录影 然后我刚才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非常震惊 因为在影片上面 就你们IG上面看到那些影片啊 其实没有想象到这么高 但事实上看到的时候蛮震撼 它是一个将近有三层楼高的一个非常大的park 那个时候气垫还没有冲起来的时候 我刚才真的是有就是脚有点发软 所以一开始这个亚帕克 还不是这个park的时候 它是一个社群 对不对 一开始大家只是一个私人的团体 然后我们会在小叮当办活动嘛 那也是请亚师哦 亚师那边去做一些道具 在台湾的那个小叮当室内滑雪场那边去玩道具 那玩久了 大家凝聚了一些人气 那个就几个朋友 他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后来来盖这个跳台这样 哦 所以最一开始 这个社群是在小叮当里面 对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在山上盖了这么大的东西 不太可能 我们一开始是 也是因为表哥认识亚师的关系 这边可能 表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段故事 其实那个 我永远记得 我第一次去学场的时候啊 那我永远记得就是在那个卡古拉 然后我看到人家在玩跳台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当下的反应就是觉得 就是说 神经病怎么会玩这种这么危险的游戏 对 然后后来就是滑雪滑一阵子之后 也没多久啦 但是就滑完之后就觉得 好像可以玩一些比较 有趣的东西 还没多久你就想要挑战 就是当你会滑行的时候 你就会想一些有的没的 对 然后你就会想到说 那是不是可以试试看跳台啊 或试试看道具 那 就随着那个雪姬结束之后 那时候回台湾啊 我就 就一直在想说 那 离明年滑雪还有那么久的时间 那 可不可以在台湾也持续这样的练习 所以呢 就是刚好有朋友就是 认识一个 算是很关键的人物 叫做亚斯 对 那 其实我跟他不认识 那我只是单纯就是说 我就想要 想要玩这些东西 比如说不管是玩park啦 或玩跳台 我就想说 既然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话 我就想要知道 为什么在台湾就是 没有人 就是弄这些东西 然后 其实还蛮妙的 我就直接 我有他Facebook之后 我就直接发简讯给他 就发讯题给他 然后我问了一大堆问题 那我心里那时候 也是抱着说 他可能 因为我跟他 我不认识嘛 那 我也 我会觉得 当下我会觉得说 他应该不会回我 对 可是没想到他 就回我很多 他就回我很多讯息 也跟我分享了他 因为他一开始是 他自己 他其实真的蛮厉害的 他就是会自己做一些 就是不管是 就是一些什么 卡杆子啊什么的 他都是自己DIY 然后他最早是有跟 就是 其实最早是在 那个小铃铛 就是已经有先办过了 大概三届的一个 就是室内的那种 跳台活动 对 他办的 就是他跟极光合作啦 就是有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小铃铛 他就是一个室内的滑雪上 他短短的 他本来就没有那些 跳台或是道具这些东西 对 所以这种活动 就是特地办的 所以他们就是有 可能就是晚上包场 然后 就是把道具放进来 然后大家就开始 除了滑行之外 那就可以在 那个场地去练一些 平常练不到的动作 好酷喔 对 然后他因为办了三届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些 因为一些原因就先暂停了 然后 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因为其实 就是在台湾真的 有人愿意有 可以制作这样的东西 然后有这样的场地 然后我觉得蛮可惜的 我就跟他说 其实最早是 他带我 他 他让我去他家参观 然后 等一下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大头天 是不是一个正妹照 所以他 所以他跟你聊 然后你到他家的时候 他才发现 你根本不是正妹 其实这蛮好玩的 因为 我跟他第一次碰面 是在 是在他家 脏话 可以讲好了 好远哦 对然后 好我把你逼掉 他家在逼 对然后就是他 他家真的蛮酷的 因为他 你刚刚看到的那个跳台 嗯 他把他 缩小 放在他们家楼顶 楼顶 对 他楼顶有一个跳台 那是他的第一版的 气垫跳台 对 也是台湾 那是台湾第一个气垫 他们家楼顶也太大了吧 我 我那时候也很难想象啊 但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整个傻了 他就是一个 真的可以练动作的 一个小心跳台 对 然后不管是 就是滑道啦 或是气垫啦 全部他 就是都是他DIY的 那我看到就傻了 然后 就 就觉得说他真的 就是在这方面 真的就是 狂人 狂人 就是狂人 我会称 称为他那个叫什么 职人吧 DIY的职人 对我刚才没想到 职人 但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职里面还有一个 狂 对然后 就是看完之后 然后也去他家玩了几次 但 我就那时候就有 注意到他家旁边 就是有放一些道具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 你的道具 你为什么就放在这边 因为 你不仔细看 你会觉得像废铁 但是就是他放在那边 然后他就说 因为现在就用不到了 我就说为什么用不到 小铃江可以玩啊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哎 如果你们要玩的话 那 如果小铃江OK 我们就再进去了 然后才会有 就是 我们后来会有 就是 夜华的活动 因为其实 就是 雅思他就是 我就是看雅思 他是很专职 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就想说 算了 他就专门做道具 那其他的像 一些 你讲的一些行政事务 比如说要揪团啊 或者是说要 去搞场地啊 或干嘛的 那 就是 我来用这样 因为其实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 真的很想玩 所以我就拉着 就是一些朋友 一起进来 往这样子 对 所以那 渐渐的 我们就是在 小铃江办的机场 夜华 那 后来就是 为什么有雅帕克这个名字 也是因为 就是雅思嘛 啊 我刚才猜到 雅的开头 那谁是帕 就帕克啊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是帕克 不是帕克 就是帕克 不要看后面 我想说一个叫雅 一个叫帕 一个叫克 雅帕克 对 就是雅思 做出来的帕克道具 然后 对 就是这样子 玩得make sense的 对 那我们就是 办了几次之后 其实 就是 大家都喜欢滑雪 所以其实 那个 我觉得相处的频率 是很近的 嗯嗯嗯 所以 不管是说 在当时的夜话 甚至到后来的 跳台的 那个 建造什么的 我都觉得 他 他有点像一个 就是一个 雅帕克的精神 嗯 对 那很官方的说法 雅帕克 雅帕克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还没轮过 啊 你自己太会讨压 是什么 你这样Q过来 我们没有轮过 在一段 雅帕克的精神 他就来往后一看 各位跟我一起说 雅帕克的精神就是 我也想往后看 完了 雅帕克的精神 其实 我觉得会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 你对这个东西 你对这个东西 有个热情吗 对 对 就是你只是去做一个 你喜欢做的事情而已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因为 它本身 没有那么简单 对 就是因为台湾 第一个不下雪 再来就是 我们喜欢练这个东西 我们每次都得 请假 花钱出国 去日本 然后每次练一点点 但是 呃 这个东西在台湾 就变得很困难嘛 我们必须要 呃 很多人一起努力 然后跟小铃铛街场地 把道具搬过去 而且每次都是从 雅思的货柜 呃 货车上 把东西卸下来 然后再拿进去 所以就变得 大家会一起愿意 为了 追求这些热情 去做这些事情 那 因为它的困难 然后又这么多人 愿意来 参与 我觉得这就是 特别的地方 哦 真的是一群人 为了一件 大家都很喜欢 做的事情 然后即便它很麻烦 但是大家还是会 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哇 好 这就是雅帕的精神 嗯 诶 小叮当是在哪里啊 是在新竹 对不对 在那个新竹 对 所以是从彰化 每一次夜华 就是搬上来 如果我们有夜华活动的时候 它就会 一开始啊 就是 那些道具没有办法 就是 放在那边的话 在那边的时候 那 它就是每天 就是 自己 跟它的 那个 就是想办法 就是 把东西都搬到车上 然后再从那个 彰化开上 然后你想象一下 雅思那个时候的状况 他一个人 搬道具 搬到他车上 对 在彰化那边 你们那个 不是 你们那个道具 全部加加起来 有多少道具啊 不蛮多的啊 因为 而且都是铁制的 对 就是 虽然它已经尽量 让它就是可以 拆解 然后就是 可以塞在它的那个 就是 三吨半的那个货车 哇 对 可是它每次 它其实也是 在夜华之前 都会问我们说 那你今天要玩什么 那我们就是 很贪心啊 就 你那个要什么 要什么 也就是蛮好意思 点菜 对 然后它就是要 一个一个就搬上来 对对对 它其实 真的是蛮辛苦 难怪雅思不想上节目 他说你要我讲这些 他说你这群混蛋 都不做事 他可能会讲到流眼泪 我也没什么好讲的 我就觉得 他们这群人真的是 而且他还会看 他每次我们滑文 他都会问我们说 有没有什么地方 要调整 那这个道具 好不好玩 他有一种职人 跟匠人的精神 去把这东西 做到更好 更安全 对 我觉得还问 那个市民哥说 所以到雅思 是不是日本人 我一开始也以为 他是日本人 是不是 谁知道他是掌华人 欺骗我 对啊 就是有一个像 日本人的名字 对 然后又有这种职人 日本职人的精神 真的是 感觉因为台湾 也有这么 这么坚持 就是为这件事情 坚持的人 好猛喔 好 这题是市民哥提问的 他说 就是 大家去学场啊 都会滑雪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会有 你们这群疯子 想要滑park 这么危险的东西 然后在那边玩 还玩不够 然后想要带回来台湾玩 我们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好 鲁斯 好 其实我说一下 我的滑雪经验 都是那种 因为我大概是 2016的学期开始 然后可能就是一样 每年请个几天假出去 然后再回来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单纯第一个是觉得好玩 然后再来就是 看到他们可以在道具上 做出不太一样的动作 我觉得帅气 因为滑雪本身是有一个 有点孤独的运动 因为你就是 自己跟自己的血板滑行 那虽然你会跟朋友一起玩 大家会一起 滑这个绿线红线 不过最终还是看你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有一点孤独 但是又跟其他人一起 那这个过程我会觉得 进park本身会有点危险 没错 可是他也会让你 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自己的运动是一种 有点像自我追求的过程 所以你会想要进步 那大概原因是这样 所以就一直玩到现在 波德就是喜欢帅吗 就是想要帅一点 不好意思讲 对不起 下节论就是想帅 就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我已经很努力包装了 大家都在雪岛上面滑多无聊 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 有啊厉害的人会看起来很不一样 但是那要花很多时间 像我们一般上班族 那一年可能了不起两趟三趟 然后一次去滑个五天 你光是那段时间短短的 说老实话你只能去逛山 你只能去到处看看 你练不到什么东西 那当然会希望说在台湾可以去 再继续的精进自己的技术 那说老实话 你在台湾你没有那么长的滑到可以滑 所以你可以练的东西也不多 那但是这边现在有个道具的话 那至少可以接接应 可以练练技术 可以把自己的动作把它雕出来 重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蛮帅的啊 蛮帅的也是要摔了很多次之后才能蛮帅的 对啊 鲁斯有个笑话 他有一年 是请假 倒料了 请假 然后是请假还是离职啊 因为摔烂了嘛 他就是特地去 特地去日本要滑干四跳台 结果那一年日本台风 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然后我要去特训 然后我滑了一天 第二天台风来 然后就日本就大停电 然后基础设施什么的也很多都故障 所以就跳台就没有营业了 所以我又开了三四百公里去下一个探学场 也停电吗 没有没有 后来有顺利 但是他中间休息了两天 他去踢足球 他给我们看影片 这个好可怜 真的是很可怜 花了机票钱 花了住宿钱 花了交通时数 然后大概三五万块 然后到那边 那正常人也只能去那边 一切顺利的话就去划个五天 但是像我们这边玩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会发现 其实你不管是要练习直跳还是要练习旋转 都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的精力去把它完成 所以在去日本那边玩跳台 我们一般人说老实话 我觉得也只是能够体验而已 你真的要练出东西不容易 要像Wii有这样子 天天练是不是 你要像Wii有那样 你天天练才练得出东西 他现在练祭板 他也是天天去 把他当成工作带去 我都有点怀疑他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先要有市民爸爸 先要有个牙医爸爸 干爹 是吧 还是因为市民哥 刚刚我才听到 原来市民哥就是都会带 Wii有来这边跳台 然后一个人要把那所有的东西 气垫什么东西都塞起来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因为通常你们几个人 会一起去开台这样 至少 就是如果是舒服的状态 舒服状态起码要三四个吧 三四个人对 他就是为了他的儿子 然后一个人来这边 早上七八点 就把这些弄好 好感人哦 好拍拍手 这边帮他加一个音效 好那换表哥呢 玩park吗 我刚刚就讲了 其实就是 当你滑行 就是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是 经过一些 比如说旁边有一些 道具的地方 或者是有跳台的地方 那你就会先 停下来看一下 别人怎么玩 那后来就是看 因为他 其实学场他都会有 分所谓的 初阶中阶跟高阶 所以当你看到那些 初阶的道具的时候 你其实滑久 你就会想说 那如果是我 我能不能够挑战这个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就去玩玩看 那就是慢慢从 就是我现在还是初阶啦 但是就是说 就是玩了几次之后 就会觉得 好像有些 比如说像跳台啦 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 那个跳的高度不够啊 或者是说 我旋转 为什么转不过去 那你其实 你从学场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很多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就会一直想说 那 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 没办法滑雪的话 那就是 可以做一些什么 然后让自己 可以一直反复的练习 那你才不会说 你好不容易 血迹到了 然后你去那边 你又要再从头开始 这样子 我觉得在台湾是可以 不管是在小亭当 或者是像现在的 九二啊 或者是像这边 都是可以练一些 就是 平常 你已经在 你已经在学场会的事情 但是你要去学场 要带电的东西 你其实可以先在台湾 先预习 先让自己的一个动作 把它成为是一个习惯 那你到那边就可以 很快的适应 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讲 一个户外的干式滑雪跳台 就是亚帕克这样子的话 但是可能有一些听众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户外的干式跳台 还是你们哪一位 可以来专业分析一下 什么叫做干式的 户外干式滑雪跳台 它的本名 它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你可以叫它 Dry Slope 就是干的斜坡 对 那因为这个东西 最早应该是从 日本那边开始的 就是他们做汉学跟气垫 是为了让 不管你是想学习跳台的人 或者是选手 可以有个安全的地方 开始练习 因为掉在气垫上不太会痛嘛 那受伤机率也比较低 那汉学这个材质就是 特地找厂商来研究说 怎么样可以去接近 你真的穿着雪板 在雪上的那个感觉 而做出来的材质 所以它本身 你是可以穿着雪板在上面 做一些S10刹车 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看起来会有点像金针菇 所以它的材质是有经过 不断的研发跟改良 那现在日本几个汉学厂 他们都是用最新最好的 也就是说你滑起来会真的跟 雪上会有点像 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危险 那不过当然不会百分之百一样啦 对 只是说它的目的跟触动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安全的练习 所以整个跳台的斜坡的仰角 然后抛物线 还有你的气垫的斜度这些 都是要经过考虑跟设计 才能做出来的 嗯 他们是不是有不同的size啊 对 没错 就是 嗯 跳台的练习 如果是初阶一般就可能 可能是一米左右的大小 一两米 那可能是像我们现场这一个 大概有三米四米 如果你是你速度快一点 你可以飞到五米也是有可能 对 这个算是初阶到中阶左右的size 诶 那 我想问说像那个这种户外的干事跳台啊 它最快你们下来飞下来的速度可以到多快啊 其实速度应该不会比可能开车快 就是它其实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并不会到非常快 反而是你在 呃 你要习惯你在空中被抛起来的那个感觉 哦 所以哦 刚刚我们有跟卢斯聊到说 你们这就如果一般人想要从零开始练的时候 最一开始会先有一个练习版 哦 对 就是在学场的跳台 如果你是park啊 是那种人为盖好的 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抛起来的落差 然后它会整你 可是我们一开始通常不会从那么难的 我们可能会从简单的落差 然后你会滑行之后 来做一些基本的腾空的感受 然后你才会慢慢的进park 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像练习版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在 比如说像弹跳床的地方去练一些腾空 对 那我可以讲到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盖这个 也是因为在弹跳床没有办法练 呃 你往前的速度 因为我们在弹跳床的上下 都是在练习 你呃 同一个方向的垂直的感觉 可是在雪场或是汗雪 你多了往前的速度跟往上的空间 所以它会变得更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练习的 我刚刚看那个其中 因为刚刚已经有人开始在那边滑还有练习了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掉下来 是不是连就是坠落的那个降落 不能讲坠落 降落 就是landing的那个姿势 其实也是 是是有特别的姿势吗 就是保护不会受伤的姿势 会有吗 有会有会有 就是你要能够学习正确的在气垫上landing 你我们才会呃 比较建议往雪场去 因为在雪场的容错性 容错性本来就比较低 所以landing也是要 你能够在气垫 做十次有八九次成功 那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想问说那你们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们是不是已经玩过了很多的干事雪场 你们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国外的干事雪场吗 就是你们拿来做参考的 呃其实应该是 我比较相反啦 就是当我确定 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干事跳台的时候 我们我自己才跟雅思 就是去国外看人家 就是我那时候跑去日本千叶 然后就真的去看别人 是怎么弄这个大型 就是这个跳台 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毕竟在人家的那个地方 你也不可能就是 直接问他 呃 他们应该不会讲啦 然后因为呃 再加上就是说那时候就是 你也不可能就是真的 光明正大就拿了尺 在那边量他的一些 一些滑道啊 想象你差不多带那个雷射笔去 然后两个距离 然后对啊 或者是说 偷几篇他的汗雪 就不可能嘛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那时候其实蛮 蛮 蛮土炮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看到雅思 他就从滑道走下来 然后念念有词 念步数吗 对 他就说这个 从出发到最低点的时候 总共几步 然后包含他的抛物线什么 其实透过那一次就是 他也拍了不少的照片 那就是可以 才会就是 我们之后要做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参考资料 那其实 那时候在做的时候 除了本身就是那时候 我们一开始我讲嘛 就是雅思他自己在家 的屋顶 我先盖一个小的跳台 所以我们那时候 也想的很天真啊 就是说 就一个放大版 等比例的放大版 但是其实在建造的过程中 其实也蛮感谢就是 不管是滑雪的前辈啊 或者是 干爹陈世民啊 他都有提供一些就是 就是非常 非常一些就是有用的资讯 包含说你的羊脚要怎么弄 你要怎么修什么的 其实就是 那时候的确提供 不好的资讯 那我们才可以 后续就是在盖这个的时候 才就是 其实盖到后来自己都吓到 这真的怎么会盖起来的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是边做边修边看边 对其实 其实雅思他其实已经有一个想法 他已经有一个想法 说大概是要这样的一个大小 什么 那只是在 因为 其实在盖跳台的过程中 就是 你还是要看地形 因为地形怎么样 你可能就是 他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斜坡 但是 你要怎么去调整 你要让他滑道是安全的 速度 安全之外 但你速度也要够啊 你不可能到了 就是你要出跳台 要时间没有速度 那其实就 就 整个就是 设计就是 白完了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不停地在修正 天啊 所以 因为我一开始想说 这边怎么会这么天然的 就刚好有一个斜坡 是你们设计的这个跳台 要去配合这个斜坡 还是你们有设计一个角度 然后你们去把它填出来的这样子 所以是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斜坡了这样子 其实最早应该是 你看到右边的那个 那个就是 鱼尺 鱼尺 就是你现在右手边的这个池塘 右手边其实是一个鱼尺 池塘 那其实我们原本是要盖这个 吓我一跳 我刚以为你说 这个池塘 其实里面的土都被我们挖出来 就变池塘了 这个池塘里面本来都是水 后来我们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就找一票的 来把这个水全部放掉 对 对 突然想要盖这里抓鱼 那哦 鱼好多 那鱼好臭 等一下 你们是天天来这边钓鱼是吗 对 然后就把鱼 那把水放干了之后发现 哎呀 这个地形其实不适合 因为它是鱼池的关系 所以在下面都是烂泥 烂泥大概可能会有一公尺两公尺那么深吧 所以我们在土炮的前提之下 我们没有能力去把鱼泥把它清掉 对 对 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觉得 这个跳台这个计划可能 失败 失败了 对 然后有去看看 然后就是另外再找其他的地点 那其实跳台这个地点其实不好找 你铺都不是太陡 就是不然就是太短 那刚好就在 也是绕了一大圈了 大概过了又又过了三五个月 才发现 哦 这块地的后面有一块竹林 哦 有一块竹林 好像似乎可以试试看 哦 但是光是似乎可以试试看这个 这件事情就有就存在了他的风险 因为你要真的把竹林全部铲掉 你才会知道这个坡路够不够 所以那本来是一片完全看不到那个的竹林 对 本来是一片很茂密的竹林 然后斜坡是怎样完全不晓得 对 只知道一个大概啦 大家就读读看 就跟这个鱼池一样 对 水放掉之后才知道不行 笑死 对 都是边做边看 做中学 土炮精神 真的超猛的耶 因为这个鱼池不小耶 各位 他们不是在讲一个小池塘 这个超级大 这个有多大 因为我们那时候想法就是 把水放掉 然后就是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 好 如果它太软 我们是要在上面铺东西 然后后来想想 就是那个建制成本可能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所以才会有换地方 那 其实有个关键点 就是挑台能够盖起来的一个关键点 我现在回想 其实 关键人物其实是虎八 为什么 因为 他自己都笑一对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跟你记得 好像是 五月连假吧 然后还是什么时候忘了 然后虎八就说 诶 这礼拜 我已经叫好了那个 怪手 然后为了他开玩笑 我真的以为他开玩笑 然后等到我来 他已经动工了 蛤 他已经动工了 他已经就是 谁今天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心里就想说 完蛋了 不能回头了 不能开玩笑了 对不能开玩笑 我本来想说 反正 因为你想看从池塘到 找到这个地点 又隔了三五个月 那其实 坦白讲 就是你看着看着 你会觉得 因为毕竟之前很多前辈 他们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一直没有人做起来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也就是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遇到了困难或什么 其实自己去体验的时候 才知道 哇 真的很难 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从零到一 这段是 这段距离是非常远 因为你在零的时候 后面的东西都是 发梦 你爱怎么做梦都可以 对 但是当你要踏出那一步的时候 就需要冲动 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是冲动 就把怪手叫来 对 挖土鸡先叫来 然后虎爸就说 对啊 反正先挖嘛 不行再舔回去就好了 鱼也没有放回去啊 没有放回去 然后我就说 好没有 鱼已经吃掉了 变晚餐了 吵死 吵死 这么早上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池塘其实是干的 对不对 他又来又下雨啊 什么的 就蛮蛮有 哇 对 这真的是太荒唐 我能说什么 自然回想起来 这是荒唐 对啊 真的耶 而且是 就是想说 好这边挖一挖 然后那边也去 把它砍一砍 就砍一砍 就 诶 就砍到一个 就发现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就做了 大家就很振奋 边做的时候 边觉得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但是就是好像 一个人会放弃的时候 另一个人又跳出来说 继续继续 然后另一个人 继续继续 这样的感觉 就是对 所以从头到尾 听说是很多人一起 去弄 还是就是核心 是四位 就一开始 因为我们本来 想法是说 把 就是雅思的那个 跳台 把它复制过来 对 然后后来 开挖以后 不得了 它有点 太大了 太大了 对 可能是可以的吧 雅思对不起 我不小心挖太大 只好再大一点 对 然后就发现 那个跳台 真的就是整个面积啊 坡路什么的 它不应该只仅限于说 就是一个 就是比较小的一个规模 所以后来就有在想说 那如果我们要怎么弄 那它更 不要 就是 至少可以像日本汉学厂一样 它的那个小型跳台的规模 我们就很满意了 对 那因为 那个 怎么讲 跳台 整个size变大嘛 那就变成说 就是 呃 不可能只有我跟虎八 或者是说雅思 甚至一开始很挺我们的 美华 就是这几个人这样弄 美华到现在都还挺 他现在在里面做工 对 他现在还做工 对对对 大家都 对啊 到现在都 就每次来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地方 又多出来都在这样子 一直还在新建 对 就是一开始就是 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弄嘛 后来整个 规模要放大的时候 就想说不行 可能我们这样子 有点弄不起来 那其实 也蛮感谢就是 我们在 之前在小铃铛 办夜华活动的时候 的一些朋友 那 就是 他们 后来就是 他们也知道我们在用这件事情 那有几个朋友就是 诶 听到以后就觉得眼睛一亮 然后就觉得声音 如果真的可以 对 好像 这个梦想不是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是border 然后会觉得 诶 这个梦想好像可以做 对 大家都出钱出力来帮忙 对对对 好嗨哦 感谢名单可能要讲到50条 感觉跟那个士兵哥也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 就是当你要 就是当 有些比如说好 就是预算超过我们几个 能力的范围的时候 那我们想说 要找朋友进来 那我也 我为什么非常感谢他们 是因为 当我们跟他讲这个构想 其实有蛮多朋友都是 二话不说 哦 就是诶 我们可能 一个人要付 一个人要大概出多少钱 那 有些人就真的是隔天 我问完之后隔天 他就直接把钱回进来 天啊 对就是 有点半开玩笑 诶 这是我的 那个账户的QR Code 你扫一下 然后 钱就打进来这边 可是我没有想到就是 就是有些 就是隔天就进来了 那 当然有一些人 他是觉得 就是可能 没有办法出钱 他愿意出力 所以只要是 我们有任何的一些 要开 要工程要做 干嘛 他们也是 都出台北或哪里 就是诶 大家可能 讲一讲 就一起来帮忙 超猛的 对 真的 这个整个过程 感觉是真的是 非常多人一起去 完成一个梦想的那种 对啊 很激烈的心的感觉 那你们就是在 这建造的过程中 有什么最挑战 最可怜的一次好了 最可怜的一次 我想到一个 我们在布水县 你知道 像这一个场地 基本上是没水没电 哦 对对对 对 那 挑台我们需要 撒很多水嘛 一开始我们就想得很简单 这边有口井 可能被你们充满了 这边有口井 哦 那个井 井一开始水还蛮多的 但是发现 一个是水质啦 水质可能不会太干净 它黄黄的 对 因为是井嘛 它虽然说有经过渗透 有稍微过滤 但是说实话 会对 会不会对人 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不确定 哦 那也 再加上它那口井 它补水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 所以 这个方案就不可行 那后来又想到 诶池塘 那么多水 那应该可以用吧 但是后来 又有女生跳出来说 那种水 她们不敢玩 女生建议一定要采纳 一定要采纳 对对对 或者女生还盖了厕所 真的 男生就无所谓 男生随便尿 也真的耶 可是 没有妹的跳台 谁要去 没有 你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下一步 就是盖那个泡汤池 旁边要露天温泉 露天泡汤池 它加热的那一度 这么大 这么大 就旁边现在这个坑是不是 超大 然后后来就 想办法弄致癌水 因为这边又是 管墨的地方 所以致癌水 其实进不太来 所以要拉到 从外面再拉 水只会到外面的 那个公路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自己 拉线进来 那拉线进来 也是一个大工程 因为要 经过下方的河谷 因为这下面 那个池塘 再过去 有一条 有一条溪 那溪在 河谷下面 那我们就要一群人 大概扛着两三 捆 水管 水管 然后前面的人 拿刀 开路 下河谷开路 因为那个河谷 大概三四十年 也没有人去过 你们解释盘谷了 盘谷 对 那一次也是很精彩 我们都是走在水里 拔山涉水 然后背着水管 这样 布水线 红摩 都自己来 但我们又找专业的 那个比较专业的 水电师傅来帮忙 因为 布水线 我们最多只能 出出劳力啊 就把水 水拉进来啊 但是你中间 你要 要把水管接起来 还要确定 水到底会不会通 这件事情 还是需要专业的 水电师傅 可以来帮忙 对 那个两个师傅 也是陪我们下去这样 师傅有没有觉得 你们这个笑的 钱很难赚 那个师傅也是 那个 市民爸爸 干爹帮忙找的 因为他好像是他亲戚 所以他也不能说不行 笑死 我还想说 我还想说 那个水电师傅 也是个伴友之类的 拉进来之后 终于有一桶 终于有自来水 那一段时间 突然感觉到文明 文明又拿到 一个一字用火 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兴奋 天哪 真的是 前人种树 后人成粮 其实也有很多事情 像你水拉进来之后 水 水他可以自动流到的地点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停车的地方 哦 只有到这边 对 那再拉过去 又怕那个水压不够 哦 哦 对 又怕水压不够 所以又要开始想办法说 那个 要怎么样把水 再打到气垫 跳在那边去 那 现在 那想 现在当然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 就是 再 拉一个抽水马达 或加拿马达 抽水马达 把他打进去 嗯 那你要知道我们 其实 整个活动 我们大家 大家花的钱 都是 大家那个 所有的股东 或是 那个小帮手 他们 大家一起出的嘛 那钱 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重要 那光是要买那个 买那个马达 大家也要开会讨论 哎 到底要不要买啊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解决 嗯 对 哇 那真的 每一个 现在看起来 就是比如说 像刚刚就说 哎 要不要再撒点水 可是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 哎 就是不讲 真的不知道 等一下 哎 我今天没有要滑 我下次滑的时候 我会跪着滑 我跪着滑 我跪着滑 很感动了 但现在也没有算是 就是正式的开 对外开放 对不对 其实报名的方式 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 大家朋友来介绍 嗯 对 因为 毕竟他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嘛 啊 对 要一定的程度 对 那除了危险之外 我们也怕会遇到 比较难相处的人 哈哈哈哈 谁 谁谁谁 没有 我说难相处的是 难相处的是可能 可能有很多人爱心送啊 那那 如果他是不小心受伤了 那跑来告我们 那就很麻烦 毕竟这种东西 我们基本上 一开始的初衷 就是自己要玩而已啊 嗯 的确 对啊 不想把它搞得很复杂 我们我们是算是有阶段性的啦 我们目前就是看说 呃 如果有人要来玩的话 可能就是朋友介绍 或是他有一些基本的 呃 进Park的经验 有一些滑行能力 然后我们会评估一下说 呃 这个场地对他来说 适不适合 嗯 如果是完全没有滑过雪 没有穿过雪 我觉得就 就不太可能 嗯 所以我们其实是会稍微 呃 评估一下这个Rider的滑行能力 嗯 再来看说 他适不适合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说 嗯 他他并不是说非常的 一般大众游客取向的一个设施 的确 说实在的 嗯 像我最一开始讲到 就是我刚进来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被那个高度给吓到 这个 他的确是需要技巧 是 我们也会希望你在学习练习的过程中 你是享受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 慢慢练上去 这样会比较好 嗯 那我想问说 就是你们在之前也有 好像也有去过很多地方滑雪跟 或者是滑板什么的 那三位最喜欢的park的雪场 或者你们最印象深刻的park 是在哪里呢 哎呦 没有看坊 现在都 陷入空四周 我先讲好了 那个 我最想去的是神力吧 神力 神力滑雪场 因为我没去过 啊 没有啦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 呃 专门给 不管你是要玩park啊 或者是要玩跳台 他其实有一些就是 也是有分程度的一些设施 那我觉得他是 就那个规划的部分 我觉得是蛮ok的 所以我觉得是蛮 那个是我蛮想去的一个雪场 这样子 那 后面的两位 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是那个 那个傅良野 哦傅良野 傅良野 因为一开始 也不是一开始 就是 当 程度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玩一些 有的没有的吗 那 但是 话说回来 你只是认为自己的程度 好像到了 但是去玩的时候 发生了危险 你是没有办法 事先做评估的 所以那一次 有一次我就 在傅良野 他有盖了一个 一个有NACO的跳台 NACO是什么 呃 他就是 他跳台出台了之后 他会有一个落差 然后一个落差 然后在landing区前方 会再把它架高 那可是他会 多一个那个 一个那个叫什么 就是如果你看 跳台的形状 不是一个丘陵 他有点像一个骆驼 有两个丘陵的形状 那种就是有NACO 就是那个落差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速度 飞过去 不然你如果掉在上面 是可能会受伤的这种 你说会卡在两个风之间 对 卡在两个风之间 如果只是掉下去都还好 但是你会 撞上NACO就会受伤 对 因为他比较硬 对 因为要掉在斜坡 才是安全的 对 NACO 对 然后印象比较深 就是那一个跳台 就是 我就去玩嘛 一开始就是 全速冲过去 好像 就刚好落在NACO上面 但是那个时候 不是要回显性 然后刚好落在NACO上的时候 也运气很好 没有受伤 然后就觉得 好像可以哦 然后就一直开始玩那个 大概玩了一个下午之后 就撞到 就撞到 在NACO上面 弹了两下 然后肩膀落地 我肩膀到 从那次之后 我的肩胛骨 跟我的上手臂 他们就有点分离 脱臼 不是脱臼 就是韧带松掉了 天啊 对 我的肩膀 本身是浮起来的 所以那时候 是直接送医吗 嗯 还是继续玩 那个时候就回家啦 就回家休息啦 对 那一趟 那一趟雪季 那一趟行程 就这样结束啦 就没有啦 那就很担心说 是不是断掉什么的 然后回来看 还好骨头都没有事 那 下一季继续去 就是韧带受伤 哦 对 就那一次印象比较深 就是 没有 没有经过练习的人 会有一种 莽撞的勇敢 哦 对 那就会觉得 哎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但是 当发现不可以的时候 已经 发生一些事情了 那我突然想问说 那表哥的脚 是因为去玩了 某一个动作的 受伤 我应该 不知道欸 是在那边受伤的吗 这次 在这地方玩 其实就是 蛮安全的 对 蛮安全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 他看是 你只要往下滑 然后 跳在气垫上 就OK了 可是我会觉得 就是在玩的时候 自己的 因为 注意力要很够啦 然后也要自己 自己是 要大概看一下 自己的体力状况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 自己累了 不晓得 然后又想要说 刚刚那个动作 可以再做一次 嗯 然后就记得 我就下来的时候 就 整个就是在那个 要出台的地方 跌倒 然后我整个人是 被丢出去的 嗯 不过还好吧 就是我是先 就是有点 像滚出去这样 就是我先 掉在那一个 就是木板那边 然后再掉到气垫上 对 欸 等一下 你先掉在木板上面 因为其实你出台 出台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个 你说上面写亚帕克的 对对对 有个木板 那其实就是 它装那个用意也是 不要就是 你出台 万一你没有出好 然后你直接掉在 它跟气垫的gap上 对 所以我们会 那时候就想说 那中间盖一个 就是有个木板 就是安全性啦 那好险那时候有盖 等一下 因为我看到 蛮多人也是 可能就是累了 还是怎样 就是 也是直接就是在那边 就是 掉在那边啊 或是怎样 对 那我就是 可能自己累了吧 不晓得 那就是 那一次就有 这样的一个小意外 这样 对 是那个 你们的IG上面 有一个 咚咚咚咚 强的那一个 那个影片吗 哦 那个是GG 因为 我看 我一直重播那影片 超多次 我每次看 我都笑到一个爆炸 我想说 该非是哪一个吧 其实就是 对啦 就是有时候你真的 就是你可能 累了不晓得 那真的动作跑掉了 你当下自己 可能也不晓得 对 那有时候 意外就是一瞬间嘛 对 所以 玩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我看他们 不管是 虎巴或鲁斯飞那么高 其实我都觉得我现在 心脏越来越弱 我实在没有办法 看他们这样跳 太心虚了 太心虚了 对啊 有些鲁斯飞超高的 我都会想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 等下看鲁斯飞 没有没有 不要这么猛这样 没有 鲁斯现在也保守了 对 我们都有年纪了 所以 差不多了 超兇 等一下 那鲁斯你之前玩的 park的经验是什么 其实我 我还蛮喜欢 就是不同学场的park 都去看一下的 所以 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有 比如说像 有一个叫S-Gen的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道具跟大跳台 那 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常 听过的 白马的四七 它也是park 整理的蛮好的 对 像你要玩 简单的 从基础的box 那到进阶的rail 或是小跳台 中跳台 大跳台 都有 那所以我觉得 日本这方面 他们如果有 专业的park crew 就公园的那种团队 去整理 其实都蛮不错的 对 那 其实我自己 比较多划的 都是鲁斯的道具 因为我们 有夜划的 鲁斯酷 因为我们 有夜划 那会有很多 不同的box rail 那其实 大部分 我必须得说 大部分的经验 是在台湾累积的 因为日本时间 就是这么短 我们就是 这个东西 又需要大量的练习 也不可能 一步登天 对 所以就 是这样慢慢来 雅士的道具 大概有几种 数十种吧 哇 那真的是超多 对 好猛哦 难怪雅士不想来 哈哈 你真的觉得 可恶 会心酸 对 那请问就是你们 就是在 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你们最想要去 滑雪的地方 是哪里呢 就是这里 没有 没有要后织 有雪谁要来这里啊 拜托 帮你们后织 我们都想要在雅士的 没有 我们这边可以真实一点 有雪谁要玩跳 谁要来玩干世滑雪 这样这边就是夏天吧 然后冬天就是那个 主要还是 飞雪机的练习啊 这里 其实如果说 可以出国之后 我最想去的学场 其实就是刚刚胡巴讲的 富良野 因为我第一个学场 真正玩学的学场 就是富良野 可是那时候 我只是一个 就是 当时啦 当时只是一个 一个体验 它只是一个体验 比如说 四个小时 你说park的体验 还是就 开始滑雪 对 那所以 富良野长什么样 其实坦白讲 我没有印象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就是坐那个 缆车上去之后 然后教练只带我们 在一个斜坡上 去练一些 很基本的动作 对 那但是 会想再去 是因为我想要看 他的全貌 所以说 我没有 对 那是我第一个学场 我想看他 其他地方 那 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富良野我很熟 我带你去密镜 我也要 我也要 不要不要 不要给胡巴带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会卡在那个 那个驼峰 应该是胡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 好像 他是走丢了 还是怎样 你怕带人 他还走丢 你谁口吧 因为 是你吗 对 对啊 然后就是 好像走私的 然后我在台湾 那时候看到一个讯息 我想说 这个人怎么会 哦 他是讲他的一个过程 蛤 对 他是讲他一个 就是走私的 是在Snowcrome po那个 对 应该有过 对 反正就是一个过程 那我就会觉得 哇靠 这个 太猛了吧 其实因为有时候 就出去玩 但是希望能够 PBRN的回家嘛 那不管是 认识的不认识的 就看到他这样po 就对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然后我就觉得 诶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 怎么会那么蠢 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这样我不能理解 因为那个 二世谷他有很多get 对 对对对 我超喜欢 对 进get的就是找松雪 找树林去玩嘛 对 那不知道 就是 很容易迷路 你会去找豪雪 跟着豪雪走 但是滑着滑着滑着人就不见 对 就会发现 诶怎么来到 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对 那个时候就是 被牵走了 滑着滑着就发现 诶我怎么到一个谷底 好像是一个河谷 然后因为也滑了一段时间 大概滑了 应该有往下滑了五分钟左右吧 嗯 再加上有速度 右下坡的情况之下 你滑了五分钟 基本上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除非你往上走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安全因素 也没那么高 如果叫我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选择往上走 走一天都没关系 嗯 但是 那个时候就是很 很莽撞的 就是诶 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 好像应该可以吧 然后再加上时间还早 可能那时候才下午两三点 嗯 就觉得嗯 没问题没问题 好 那就往下走 那已经 但是他已经到不能滑的程度了 所以必须 必须往下走 用走的 然后那个时候的 因为血太好 他的血大概会到 腰先屁股那边 哇 这要边走边 边走边剥血 嗯 然后走着走着 发现看自己 越来越慌张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嗯 然后要再往上走的时候 已经想看看时间 已经三点多 嗯 下午三点多 三点多 快到四点 已经走不回去了 糟糕 啊 硬着头皮 把手机拿出来看 看一下 怎么不早一点硬着头皮呢 我就硬着头皮往下走啊 哦 那希望 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 那个定位在哪里 嗯 那其实又知道 那个时候又知道 山里面的讯 手机讯号定位是非常不准 对 所以就只能 把地图看出来 可能 这边有一条河 我在看看旁边 真的有一条河 我就 希望那条河 就是手机上面那条河 就沿着河往下走 因为那条河 最重会接到马路 嗯 然后就一直走 慢慢走 走下去 哦 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件事情 在迷路之前 其实有撞到树 你撞到树 对 有撞到树 大腿撞到树 所以我知道 我不能休息 为什么 一休息的话 可能 因为撞得蛮重的 哦 一休息的话 可能身体冷掉 哈哈哈 我想给你 哈哈哈 身体冷掉了之后 就会 可能就会走不动 嗯 所以就只好 慢慢走 慢慢走 然后 途间 又会遇到 上坡下坡 雪都是在 很厚的状况失效 也就是那个时候 学会了怎么样 用雪板爬上坡 哦 哦 那个上坡蛮陡的哦 可能是 有点 目测 就体感的 感觉应该是垂直面吧 哈 但是不会爬太高啦 可能就爬个三五公尺这样 嗯 然后这样 就慢慢走 走到天都黑了 现在开始越来越慌张 我想说会不会走不出去 哈哈哈 不过幸好也是天黑了啦 天黑了 天色暗下来 就看到远方有车灯了 哦 那心理就放下一块大石头 就走 就 哇 你从两点走到天黑耶 对 就慢慢走出来 哇塞 所以最后是从哪里出来啊 就 沿着河 走到马路啊 Hiraf 在 对 在Hiraf 但是他应该不是在正常的雪道了 对 已经不是在雪道上 偏离很多了 天啊 对 好疯狂哦 不过就 就真的不建议了 后来就学到这个经验了 只要一有不对就往上爬 嗯 爬回去 那这样表哥有信心跟他一起走了吗 下次 你敢不要 其实我觉得就是 滑雪 或者是像现在比如说冲浪好了 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结伴啦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我就觉得 哎 怎么会自己一个人落单 哦 对啊 是嫌大家滑太慢还是怎样 对 朋友 就是不想等 对 对 他就是不想等大家 当你一群人在滑的时候啊 你可能 有 有时候 朋友多 你可能会十几个一起滑 啊 那 十几 那个人一多速度就会拖慢 嗯 对啊 OK 所以是朋友多不是没朋友 对是朋友多 朋友多到没朋友 超好笑 那鲁斯呢 想要去哪里滑 哎 你刚刚说你讲去哪里滑吗 不小心就讲最糗的 最糗的 我想去旭月 哦 对 重复两也可以去 我上次去旭月没有去到 因为那天好像是发 好像是大学没有去到 嗯 对 哇 真的很赞耶 我上次去的时候 我只是去走学鞋而已 我那时候还不会滑 还不会滑雪 下次我要去 哦 你可以叫陈世明带我们去 他说他去 他等年纪念 是去很熟 哦 真的哦 他家的后花园 那鲁斯呢 呃 我觉得白白的东西就可以了 白白的东西 对 青骨岩 青骨岩 台南岩山啊 有白白的给我滑就好 我就很感动了 我笑死 青骨岩 没有啦 就是 搞不好台湾真的可以有个新的运动 不是有什么沙板 我们可以岩板 滑岩巴这样 对 应该 应该是就是会很感激啊 如果是真的可以出国的话 那我可能还是会 比较多想要去看不同的park 那比如说像 新野 是我第一个滑雪的地方 那我可能会讲再回去看看 看一下里面的设施啊 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子 对 不过基本上我就是 也会想要看一下 在起点练习的成果 所以会先去看一下park 怎么样 新野没有park 新野有道具 新野没有道具 真的吗 对啊 我要直接换一个 因为新野也是我第一个学场 等一下你第一个学场不是副两野 对 就是因为我去的第一个学场是新野 然后他学不够 所以就带我们去 就整个在移动到副两野 对 就是我明明就是住在新野里面 但是会移动到副两野 对 然后去副两野 然后玩四个小时 再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吧 再回来 可能我第一次去 很辛苦耶 所以印象没有很深刻 因为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那他是不是对最一开始滑雪 应该都这样吧 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一直摔啊 真的耶 对啊 我也是 我最一开始 但是我一开始 我是一直都在二十股滑 所以我就是一记 一记 印象比较蛮深刻 哇一记哦 我就是在学厂工作啊 所以就是下班就是滑 然后中午我连午休 中午午餐的时间 就一个小时 我就拿着御饭团 然后就坐在那个 缆车上面吃御饭团 然后就滑 我觉得你应该是高手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下次一定要带装备来玩 对 你的Metage 可能都比我们多 我也是很想再回去 Niseko看一下 因为 它会开到比较晚嘛 每年的春天 三四月的时候 都还会开着 到春天会有个Park出现 对 我就是因为通常 如果是二月底 本岛快要没有学厂可以滑了 然后我们就会排一个 可能228的廉价 然后去Niseko 你说现在这时候吗 对 就是现在这时候 就是现在那个时候 以往228是不会出现在这里 它有一个Spring Park 那也是有些大跳台 非常大 看起来是蛮可怕的 超可怕 想再去还问一下 那个三连跳台 对 Hana Solo 对 真的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亚帕克Crew 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有趣的故事 然后 等一下你们大家都会跳 对不对 应该 会啊 58跟 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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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你不跳 对 小伤啊 对啊 表哥现在冲浪卡 你把你浪漫带来吗 用冲浪板 用冲浪板跳 有人跳过 蛤 日本有人用冲浪板跳 那个是沙版吧 没有冲浪板 吃版 飞比版 好 那我们大家听完这个 就可以移驾到我们的YouTube上面 看他们的影片 等一下看 那个他们两个表演 这样 对 让鲁斯跟胡巴带我们飞 就这样子ending 好会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大家很喜欢今天这一集 充满热情 然后又非常欢乐的一集吗 真的非常谢谢亚帕克 他们愿意让我到他们的秘密基地 去当地采访 然后还有机会在采访的隔两周之后 又到回到这个亚帕克 尝试我人生第一次的汗血跳台 我觉得那整个环境真的非常的棒 为了怕大家可能会有泥泞 去铺了石阶 然后我也要让大家更安全 所以在旁边 就是跳台的旁边也有布满安全网 然后因为太阳可能很热啊 或是有时候会下雨 他们还有就是一个观众席 那边是一个正硬树 你可以非常棒的看到整个跳台 就是大家跳跃的知识 这两次我去的时候 亚斯啊就是这幕后的这个职人 他就是不停的在新建一些更衣室啊 或是在做架子 让这整个环境变得更完整更美丽 我觉得亚斯真的是非常厉害 幕后推手 那除了整体的环境非常的棒之外 我觉得最棒的呢就是亚帕克的精神 在那边的那一群一起玩的亚帕克crew呢 大家人都超级nice的 他们都会教我说怎么样的动作比较好 所以那天呢我去跳完之后 我也有成功的跳了一两次 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非常谢谢他们让我有这个机会 去尝试我人生第一次的汗雪跳台 那如果大家对于汗雪跳台 有任何的好奇啊 或者是想要询问 是不是可以去那边尝试的话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描述下面 会有亚帕克的IG 或者是脸书的资讯 大家可以私讯 或者是关注他们 下一次开放跳台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那就很谢谢大家今天这一集的收听 然后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